音樂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 由澳門左邊公司贊助的平淘品足 第二節的環節 這次回到來跟大家看看 新鮮滾熱出爐的國際中聯金球長選舉 早前已經翻了 最佳教練也是由路維奪得 亦擊敗了安撒洛提和斯蒙尼 這兩個在西甲裏面這麼出色的教頭 當然他們這個路維 帶領德國獲得世界杯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但其實看回另外兩個 安撒洛提和馬德里體育會的斯蒙尼 其實都真的很有實力 安撒洛提不需要多說 帶領皇馬也拿到歐聯和西班牙杯 所以都見到整隊街星的皇馬可以說很融洽 相處得 戰術也是相知好 早前也是創造出一個22年性的紀錄 所以安撒洛提的呼聲都頗高下 至於另外一個馬體會的斯蒙尼 馬體會老實說真的平平無奇 球員來說 但是在斯蒙尼的調教之下 馬體會上一季打破了巴塞龍拿和黃馬的壟斷 拿了西甲冠軍 也見到很多球員不停被賣走 但是他不停補充回來 都是一些可以說融入到球隊 但是球員價錢不是太貴 所以他的功力其實都頗深厚 至於魯維 我想都是帶領德國拿了世界盃 也成為他拿到最佳教練最大的因素 因為始終世界盃算是 差不多叫最難拿的一個獎 而他都很順利帶領德國 拿到這個世界盃 所以都是實至名歸 但其實在我心目中 其實三個都是最佳教練 沒有劃分哪一個球 但是比賽開始就是這樣 要選一個最好的出來 就是魯維彈出來 但也不能忽視另外兩位的功勞 然後另外一個獎 就是布斯卡斯獎 這個之前也有跟大家說過 就是在2014年度裡面 入最漂亮的球球員 就是得獎者 就是詹斯洛迪古斯 對著烏拉圭那場的世界盃裡 都是深厚控定 然後第一時間就是抽中 還未抵入球球 也都擊敗了就是魂佩斯 在對著西班牙的 鯨魚式的一個插水 還有就是另外一位的 愛爾蘭女球員 都拿了這個佩斯卡斯獎 拿了照片之後 其實都看到就是 詹斯洛迪古斯都相當高興 因為始終對於一個年輕球員來說 拿到這個獎 是一個鼓舞 希望詹斯洛迪古斯可以繼續 射多一些漂亮的球 其實在效力皇馬期間 看到這個詹斯洛迪古斯 其實入很多球都是世界的球 其實詹斯洛迪古斯的質素 我相信是挺高的 如果有這個獎鼓舞 我相信他繼續射漂亮的球 給大家看 絕對不是問題 至於最觸目的 可以說 也是國野足聯的金球長 就是叫做世界足球先生 也是最後三強 有哪三個呢 就是紐瓦 斯朗 還有就是美斯 最後就是美斯 還有就是紐瓦 也是雙雙樂敗 斯朗也是禪戀的金球長 其實看到 因為那個直播來說 我都有全部看完 在看到拿獎的時候 即是臨宣布的時候 也看到斯朗是吐了大氣的 至於美斯和紐瓦 其實都很輕鬆 用一個微笑去應對 可以看到其實斯朗 真的很想拿這個獎 為什麼呢 斯朗整家人 包括他的兒子 和他的家人 全部都去了 如果真的拿不到 就好像有點沒面子 加上其實在這個賽前 甚麼不是賽前 即是頒獎禮之前 很多媒體都說了 為什麼斯朗這麼大陣仗 叫了全部家人和兒子來 就是因為可能他已經知道自己是拿獎 但這個當然 我就不是說這麼相信 因為未到公佈一刻 你都不知道 但是斯朗也很有信心自己去拿 所以見到其實 最後亨利宣布的時候 拍著他們三個的樣子 就見到最緊張 投射大氣的那個是斯朗 一說了斯朗的名字之後 見到他完全鬆了一口氣 拿完獎之後 都是在台裡面大叫一聲 都令到在場的觀眾 都是一陣笑聲傳出來 都恭喜斯朗 今季都可以試園這個金球獎 其實他都實至名貴 今年真是很高的水準 所以他現在這個水準 這個水平 還可以保持一段長時間 至於另外 還有一個獎 就是一個叫做最佳11人 基本上就沒有甚麼大的意外 唯一令我和在網站上留言的網民 另外唯一一個意外就是印尼斯達 或者討論印尼斯達之前 就看一看那11個是誰 1433的陣式 門將就是紐瓦 後房四個 包括左閘就是拿姆 右閘就是拉莫斯 所以我相信這三個位置 沒甚麼哪一個有爭議 一對中堅就是一對好兄弟 戴衛雷斯和戴古斯華 這對巴西的中堅 從小玩到大 現在一起踢巴黎聖人門 一起在世界盆裏面 為巴西效力 現在雙雙拿了最佳11人獎 這一對真的叫難兄難弟 但他們這兩個位置 其實都有更加好的人選 譬如馬力體育會 他們的中堅 其實也是有一個可以說是候選 但最後這兩個跑出來 其實有些公眾來說 都不是這麼認同 另外中場方面 三個中場就是 卓奧斯、印尼斯達和迪瑪利亞 迪瑪利亞和卓奧斯 我就不討論了 但印尼斯達在巴西效力 坐多個踢 為甚麼入到最佳11人 其實我都不太明白 而且今季的水準 真的有明顯的效滑 所以導致巴西效力 成績方面 沒有前幾季那麼好 因為就算只有他一個 加上沙圍 都可能有時候是輪斗踢 我不會說兩個一起下場 因為始終有MSN在前面 即是美斯、蘇華雷斯和尼馬在前面 不需要這麼多的中場去幫手 反而人腳要放下去 就是前面那裡 所以令到中場和後防 是有少許削弱了 因為之前就放了很多中場 一個美斯 但現在多了尼馬 多了就是蘇華雷斯 局處要騰出中場給他 所以其實表現來說 就沒有之前那麼好 前鋒方面 都三個 眾望所歸 可以說也是2014年裏面 最低那三個 斯朗、美斯加上諾賓 如果這三個可以在球會級裏面 走到同一隊 我想這個世界最強的風扇就是這裏 但相信可能性不大 因為美斯和斯朗 根本活在同一個世界 但沒有可能一起的人 看看哪一隊有錢可以買到美斯 因為美斯現在都存在 但加盟就是車路士 或者就是巴雷斯的入門 但他否認 因為其實之前也跟安利基 有少許不和傳出 美斯也都一度有離心 但走不走呢 可能過了今季才知道 但起碼下半季來說 他仍然要來巴塞隆拿 因為巴塞隆拿其實說開又說 他都被禁止在這兩個轉會期裏面 就買入球員 巴塞隆也都說明了 會和郭奕竹協斷絕這個關係 也都言下之意 可能美斯和斯朗這個獎有關 不過別人說而已 當然不是說肯定 這些已經陰謀論傳了出來 好了 我們看郭奕竹協的金球獎 也都差不多了 接下來的時間 都有這個本質賽事攻略 看看我和阿君有什麼介紹給大家 今個星期的直播時間 好了我們一會兒再見 我們一會兒再見